希望联盟打响明堂要在明天办的爱国出道大集会 又被加玛给抢风头了 加玛之前昭告天下说他要去集会现场低价卖鱼 结果被巴打林在野市长警告说 如果没有申请准重的话不准在现场卖鱼 否则要把他给抬走 结果加玛今天在回应当今大马访问的时候 他就很不客气的说他要用卖鱼的水来泼市长 他甚至还挑战市长明天亲自到集会现场去阻止他卖鱼 口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嚣张 但加玛明天能不能顺利的站在巴打林在野大草场上去卖鱼呢 真的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全国总警长福姿今天再次坚持立场 重申说禁止爱国出道大集会 警方禁止市政庭又放行 有人去集会抗议有人去现场卖鱼 明天的爱国出道大集会你又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最后 infrastructure 卖鱼 咱们 独处 家 写 忠 tros